垃圾转运站外出现了一座小山 一包一包的堆的快跟围力一样高 这些都是民众乱丢的垃圾 清洁队赶紧钓人手来加班清运 春节期间很多县市的垃圾清运时间 都会更动 而屏东市初一到初四没有清运垃圾 初五才恢复 现场有设公告 但有人疑似贪方便不顾停运 把垃圾丢到了屏东市机场 北路垃圾转运站外 清洁队上午才清完 下午又有人来丢 全程还被直击拍下 不过也有民众说是看了网页资讯 以为能丢才在垃圾来 清洁队人员说 民众把垃圾丢在转运站外的情况 去年也发生过 有将近一百位民众事后遭到开罚 而今年大年初三就出现了垃圾山 清洁队将会调阅转运站周边的监视器 再依废弃武清理法来开罚 而高雄则是大年初四就恢复了垃圾清运 环保局则呼吁民众废弃电池以及高压瓶要以回收方式处理 千万别当一般垃圾丢了一面造成危险 华氏新闻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